尼亚文日前被爆出性丑闻风波 也前往士林地检署接受征询 被法官认定 违反儿哨性剥削防治条例 最后以50万元台币交保 而他的工作也受到影响 本来在实境节目第二季中担任店长他 也传出剩下4集已经请辞 确定不会回去录制 而最新一集播出的内容中 虽然他没有被完全剪掉 但明显少了很多漏领镜头 大多都是侧面背面头顶镜头 此剧也直接惹毛大批粉丝 不少人纷纷涌入粉丝团留言 认为节目组故意不让严亚伦入境 认为应该要公归公司归私 都已经录制好的节目 有必要这样做吗 饱受不少批评 对此粉专小编也紧急出面回应 感谢大家的建议 但也希望大家还是要注意发言 不要漫漫而急人身攻击 因为工作伙伴是无辜的 也在路由网上引起热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